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是大家非常期待 敲碗非常久的韓劇推薦! 我的上一部韓劇推薦想說也蠻久了 而且那一部回想也蠻大的 我想說再來跟大家推薦一些我自己喜歡的韓劇 那我看韓劇的習慣呢,就是不看昂擋劇 我喜歡在一兩天內把它全部追完 就是享受那種追劇的快感 所以呢,我今天推薦的呢 都是已經播閉的,已經有完結篇的韓劇 今天這一集呢,我比較不想要推薦那種 真的已經超級無敵火紅的 像是愛的破將啊,或是德魯納酒店這種 我覺得你們一定會去看的,這種我就比較少推薦 今天呢,會推薦五部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欸,很特別,可以特別拿出來分享的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趕快開始今天的韓劇推薦吧! 那首先第一部就是我五部裡面最紅最紅的 是偶然發現的一天 其實呢,在剛剛看到這個劇名跟他們的劇照 我完全不會有想看的念頭 因為我個人是屬於對那種很純愛系的韓劇比較無感的 所以呢,我隔了一陣子才開始看它 那我當初會決定要看是因為它的設定 真的真的很特別 它就是設定在大家其實都是漫畫人物的角色 你不能違抗漫畫作者的故事劇情 所以呢,就只能照著故事劇情走 有一天呢,女主角就發現 欸,我怎麼自己想做的事 跟漫畫裡面設定我要做的事情不一樣 那它就開始展開了一連串跟漫畫作者奮鬥的故事 就覺得這個設定呢,真的是 當下看到覺得非常有趣 也比較會有共感 就覺得說我們要抵抗命運的這種感覺 那我看了偶然發現的一天呢 看了前幾集我就覺得 欸,蠻精彩的耶 會讓我一直很想繼續看下去 可是呢,它中間就是有一點點的小小拖戲吧 加上後面變得非常非常的純愛 反而我一開始想看的那種 反抗漫畫作者的劇情呢 比例佔的比較少一點了 但是這部劇有個大重點就是 所有人的顏值都很高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喔,好像又可以繼續看下去 但我不否認這部片是一個蠻好看的片 而且設定非常有趣 它裡面呢,就是會告訴你說 它怎麼反抗作者啊 然後怎麼失敗啊 然後女主角怎麼讓其他人發現說 原來他們也是漫畫裡面的一部分 就有一種我的命運我自己主宰的感覺 哈哈哈 所以就會覺得這個設定 非常的新穎,非常的有趣 但是因為它的愛情比例還是蠻重的 所以我對它的評價呢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不過呢,它有顏值高 跟喜歡純IG的一定要可 再來是第二部 www 請輸入 檢索 詞 其實這一部呢 也是非常新穎的題材 也有點像是Google這種 女主角在Google的搜尋公司裡面上班 然後呢,它的公司呢 陷入了一個 類似造假風波 就是關鍵字的搜索量 它會有當下的排名嘛 現在第一名是誰 第二名是誰 第三名是誰 但是呢 像這種入口網站 入口網站上呢 它會有一點點 牽扯到一些比較隱私的部分啊 或是比較 而少不宜的關鍵詞的話 它就會把那個關鍵詞給刪掉 就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從來沒有探討過這種 像Google這種公司 到底是怎麼營運啊 那些關鍵字啊 到底是誰打出來 誰創造出來 你會發現說 原來這些關鍵字影響很大耶 可能它現在 造假了這個關鍵字 大家就去點它這樣 然後呢,就會產生出 一大系列的風波 現在人們最多檢查 我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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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WWW呢 其實也是代表了 三個女生 就是三個Women的意思 算是有三個女主角 比較特別的一部韓劇 我覺得她的愛情戲份 也是有可能就比 剛剛那個我講到的 偶然發現一天 比例更少一點 但也是有 而且是 大家很喜歡的姐弟戀 所以這部反而 比重上 對我來說我覺得 比較能平衡 她有職場女性 然後也有愛情 然後密集的蠻好的 所以就讓我覺得 一直很想看下去 三個女主角的個性呢 都非常的截然不同 有強勢的 有冰冷的 也有比較傻大姐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她 她把人設的部分也做得很好 蠻值得看的 但就是 也是我剛剛講到的一個小缺點啦 就是後面也有一點點脫戲 會覺得 前面節奏非常快 非常完美 可是後面就會有一點 覺得節奏慢下來 不過我覺得可以看得完啦 就 我個人有看完 就覺得蠻好看的 瞎不眼魚 瞎不眼魚 再來第三部我想要推薦的韓劇就是 VIP啦 VIP呢 算是我近期看到 我覺得鋪陳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部韓劇 他在描述就是 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有個組別叫做VIP組 就是專門負責非常高端的客人 可能這個客人今天想要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花瓶好了 他們就會想辦法把它弄來 蠻有趣的這個職場設定 那VIP的故事主軸呢 就是男女主角已經是夫妻的狀態下 然後有一天老婆呢 突然收到一個簡訊 就說 欸 第一次發現你老公有外遇 然後展開的一連串故事 裡面充滿了各種反轉 但我覺得這個反轉是不能就是 像我剛剛可能有微微爆雷的那種感覺 這種 不太能爆雷 就是大家要真的 細細的去品味這個故事 我們的主要項目是 簡單地說 就是 VIP的顧客人 我們國家最上流程 我覺得他有意思的呢 就是雖然說這樣看似一個VIP組 職場很特別 但他其實裡面每一個人 都有他們自己的秘密 那我剛剛會說他們鋪陳得很好 是因為 他很寫實 就你會覺得 好像真的會發生 不是那種浮誇狗屑的感覺 他就感覺真實會發生在 你我的職場 這種感覺裡面就是 各懷鬼胎 這一部呢 其實有那種懸疑的感覺 因為導演的拍攝手法呢 會讓你一直很想繼續拆下去 然後很想要趕快看下一集 我覺得很多韓劇就是這樣 就是每次在後面就給你來個小小的伏筆 然後就想說 到底到底是誰到底是誰這樣 然後很想點開下一集 這樣用一個比較比較的 要懸疑的方法去敘述出來之後呢 就會覺得很好看耶 我真的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VIP呢 雖然他的聲量並沒有很大 但是我覺得蠻值得推薦 尤其是你喜歡看這種 就是外遇劇 職場劇 而且他不狗血 所以呢 討厭那種 比較狗血一點點 比較浮誇一點 蠻適合這部劇的 再來 第四部 就是救救我啦 救救我呢 其實他在去年 2018的時候 是推出第一季 2019是救救我2 那兩個故事是完全沒有關聯 可以分開看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主軸就是 宗教 就是韓國的宗教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可能多少些耳聞 就是韓國的宗教其實蠻激進的 講難聽一點就是邪教這樣子 那救救我2呢 他主要就是在講說 有一個村子呢 快被大水沖掉了 政府願意發給他們補償金 這時候呢 就剛好遇到了 一位從都市來的 牧師 開始有意無意的幫著群 要被沖掉的村子的 裡面的老人們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要到更高額的 撫慰金啊 或是幫他們蓋一些什麼東西 開始對他們有意無意的好意 然後怎麼樣慢慢的去 貢獻他們的心 那...那...那...那車子 那...那車子 那...那車子 那什麼車子 那個祖母 應該讓你們看到 這會兒 所以我記得 我們這個區 monkey 祝福量培記 祝福要自己的地道 幫我們保護 祝福要自己的小食 因為其實這些老人 一開始對教會 對這種傳教 也是反抗的 可是慢慢慢慢地 就連村長也被收買 所以就覺得很有意思是 我們這樣的角度是老天爺視角 所以就看到他們怎麼會 就是明明一開始沒有那麼笨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想說 怎麼會越來越笨 可是你突然一瞬間又可以理解說 欸好像如果我是當下的那個人 好像真的也會不小心 鬼迷心跳了這樣 這一部劇的懸疑的地方呢就是在於說 他們如何騙那些老人家們 還有如何呢去一步一步的 這樣構思起來 男女主角如何慢慢的發現 他們的軌跡這部劇的男主角 設定我也覺得蠻特別的 他是以前呢有做過一些 壞事然後被關到監獄裡 刑期滿了然後被放出來 之後呢才回到村子裡 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想要解救這個村 可是呢村裡面的人 都不相信他然後他要如何 就是一步一步的把這些壞人給 揪出來讓大家相信他 總之呢舊舊我第一季跟第二季 我都覺得蠻值得看的 他還顯現出了一些韓國的宗教文化裡面 比較黑暗面的一部分 也算是非常特別的一部題材 好啦再來第五部 就是99億的女人啦 這一部呢看到劇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想到一樣 就是感覺像一個購物狂的一部韓劇 但其實不是 就是這部在描述說 女主角有一天呢在跟朋友聚會的時候呢 目睹了一箱車禍 然後車禍呢裡面竟然有 倡有99億的現金 99億的韓幣 大約是 兩三億台幣這種感覺 超多錢 他就在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拿走這99億呢 然後展開了一連串的故事 金錢 我們要拿走 我們要拿走 最初的最後 你絕對會不會忘記 人家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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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部劇我看完之後跟我原本期待 超級不一樣 因為我看預告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他應該是拿這99億去做什麼 就是改造啊 或是就是大花錢啊 之類的這種 可是呢 這部韓劇比較不是我們一般 想像的到哪樣 他就在講說 大家怎麼去爭奪這個99億 以及99億 會如何改變一個人 當然他裡面 懸疑的成分也非常的高 然後裡面 勾心鬥角的成分也蠻高的 但是不像是我們會 預期到那種很爽的雙片 不像兩個很聰明的正反方在那邊對決 反而有一點像是很真實的 一般人如果拿到99億 我該怎麼辦 但是我又很想拿 我覺得整部劇圍繞著一個詞 就是貪心 比起我們一般認知到的那種韓劇路線 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因為這部劇其實正負品都蠻多的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說到底有沒有推薦這部劇呢 也是有想了一陣子 不過最後決定把它放進名單了 是因為我覺得它也是蠻真實的一部韓劇 好啦以上呢就是五部韓劇推薦 那我這次推薦的就是沒有比較那種很熱門的韓劇 但是我自己呢除了熱門韓劇以外還蠻喜歡的一些韓劇 希望你們會喜歡啦下次片荒的時候呢 也可以參考這部影片來找韓劇 另外像是呢這陣子也是呼聲非常高的 綠豆傳、山茶花開始、他人及地獄之類的韓劇都非常好看 那沒有放進來的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是已經很紅了很紅了很紅了 不需要我再多推薦了 所以今天推薦呢就是比較冷門一點點的韓劇 然後我也蠻喜歡的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啦 那你們有任何想法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或是你們最近喜歡看的韓劇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順便追蹤我IG喔 謝謝大家掰掰